再来关心到五节乡待陈启生日前被公所主管老公殴打 而乡待会特别已修会抗议暴力事件 为此五节乡长简松树今天特别率领公所一级主管鞠躬道歉 希望代表会考虑乡民权益尽早恢复开会 针对五节乡待陈启生5月11号在乡待会主席办公室 不善被公所观光所所长老公所伤 而五节乡待会已修会抗议暴力 而乡长简松树今天特别率领公所一级主管鞠躬道歉 希望代表会考虑乡民的权益恢复开会 我跟我们所有主管在公所的历部感觉 非常抱歉和不怕 对于这种畜牧的行为 对我们所有的公亲带来一个母母的行为 在这里带我们所有的主管 对我们所有的乡亲以及我们新主席率领 我们所有的代表来帝上最亲的欺负 在这里让大家一家中表示欺负 一家中 所有的一直看在所有的全体旺康 也期待我们所有的关系可以跟我们所有的代表 跟我们共同来为我们母亲 所有的严重来努力 让我们母亲所有的业务推动 所有的活动建设都可以跟他有 那么责任我们所有的主管 一定要保持我们所有的认真的态度 拼命的态度来接受 我们所有的阶段和资格 对我们以后改进市政的一个动力 在这里也要把我们所有的乡亲来报告 代表会来报告 我相信这种的行为 以后绝对不用你再来发声 感谢观看